肝炎病人在亚洲的人群当中真的很多 在台湾的发病率达到15%到20% 在台湾90%的人感染过乙型肝炎病毒 有250万到300万的乙型肝炎的病毒携带者 它随时可以传给别人 所以就有朋友问了 除了治疗以外我们自己能做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肝炎患者 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的饮食 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肝脏在受到病毒侵犯的时候会产生炎症 肝脏的抗氧化作用和解毒作用也会受到影响 病毒在肝细胞的复制也会进一步影响肝脏的功能 所以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就必须考虑到那些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抗炎作用和抑制病毒作用的这一类食物 首先是具有强大抗氧化作用的树菜和水果 包括酪梨、绿叶素菜、大蒜、红石榴、绿茶、咖啡、番茄、坚果和胡萝卜 这个酪梨大家知道它富含维生素E 它是很强的抗氧化剂 它还含有另外一种抗氧化剂叫骨光肝钛 它能够综合细胞受氧化物质的损害 也能帮助清除自由基 除此之外 这个酪梨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绿叶的素菜就包括菠菜、鱼、甘蓝、窩笋等等 它们都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比如菠菜中就至少含有13种不同的类黄酮素 以及维他命D、维他命K 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绿花叶菜也有很多抗氧化剂 它能够降低短骨醇 有很好的保肝效果 蓝梅里面的花青素含量就很高了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自由基的氢稻肤 它还含有增强免疫力和抗菌的铜、锡、鲜等等矿物质 每天一杯蓝梅真的是不可缺少的 大蒜里面含有大量的腺肝 能帮助放松肌肉扩张血管 也能够帮助降低胆骨醇 另外它含的大蒜素、锡、鲜 也是人体免疫功能和抗炎的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 石榴中有一些花青素、柔花酸等等的分类 它也可以对抗自由基氧化 减少肝脏的炎症、有很好的保肝作用 绿茶含有多酚、二茶素 都是强烈的抗氧化剂 还有抗炎和抗癌的作用 番茄里面有番红素 它是一个抑制氧化自由基的 也能起到很好的保肝作用 同时它还富含刚才我们提到的 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 叫做骨光肝碳 它也是维持肝脏细胞 正常代谢不可缺少的 各类坚果也是含有很多的抗氧化剂 维生素E、微量元素C、丹链不饱和脂肪酸 这些都有抗氧化作用 帮助肝炎患者的康复 葫芦菇里面含有丰富的β葫芦菇树 它可以帮助降低胆骨醇 也可以帮助抗氧化 那么起到增加免疫功能和预防感染的功效 第二点就是我们修复肝脏细胞必须的脂肪酸 这些脂肪酸不仅给身体提供能量 还能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 和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 促进细胞的修复 健康的脂肪是可以在食品中找到的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深海的肥鱼 植物中的亚麻籽、亚细籽、椰子油、橄榄油等等 当然也可以采用适量的补充剂 那么蛋白质也很重要 特别是那些低热量高蛋白的食物 它们为肝脏修复提供必须的氨基酸 你像鸡蛋、豆腐、牛奶、瘦肉、鸡肉、鱼 还有植物蛋白 这些都是重要的 所以大家要有一盘比较平衡的饮食 至少有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健康脂肪 五分之一的健康的蛋白质 五分之一的全骨的碳水化合物 还有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蔬菜水果 那么为什么我们强调健康的脂肪很重要呢 这跟最近耶鲁大学一项关于 生酮饮食对肝脏细胞功能的影响的报告有关系 我们在以后的视频给大家介绍这份报告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请点赞转发 断力世界使用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